第一次參加慈禁的大型營隊 然後這次承擔的是客務組 而這次客務組主要是負責 就是團康設計的帶動的部分 然後所以我們到了 就是可能活動的這幾天 扎印的時候 大家才有時間一起練習營歌 或是所有的帶動歌曲 但從這次的營隊發現 其實人有無限的可能 我們這次總共準備了六七首的歌曲 可是大家確實 卻在這一兩天內 就是只要一有時間就把握當下 每個人就是不斷的練習 然後也可以無時無刻的提醒說 我們這句歌詞要怎麼跳 怎麼樣機會比較順暢呢 對 然後從這些事故事故的聲唱 真的學習到 每個人的力量雖然很微薄 但是如果大家都一起肯用心在當下付出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成就一件很大的事情 就在電視上時常看到就是之前 花蓮大地震跟尾光大樓打塌的時候 就看到慈濟人永遠是走在最前面 但是永遠卻是留在最後才離開的 就覺得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無私的付出 剛好我有一次姻緣在蘇迪勒台風的時候 重創烏來的時候 我真實的去參與就是 症災的部分 然後實際的看到真的每一位慈濟人都是 就是付出自己的時間跟心力 然後不管路有多艱辛 但大家都是真的一步一步的往災區前進 那時候真的那個畫面真的還滿震撼的 我覺得天災惹禍真的就是時常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也覺得這塊土地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來 共同的保護和複慰 對 然後希望就是未來 可以有更多的年輕人一起來參與 就是保護這個土地 因為這個土地都是大家 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守護的 謝謝 adjacent 謝謝 謝謝